经常有家长问他小孩比方头皮上或者是两个下颌脚 就是耳朵底下这一块地方出现这个总大的淋巴结 这是在小孩子在两三岁这个年龄段的时候 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 一般来讲如果你出现了这个颈部平常讲的脖子 耳朵下方耳垂的下方 包括我们下颌脚这个地方出现这个淋巴结肿大 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考虑先看看他周围的皮肤怎么样 头皮的一个小的感染 在夏天比较常见的 就说是蚊子或者哪个什么蚊虫叮咬出现 它相应的淋巴结大 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 那有时候小孩有蛀牙 或者他有扁桃腺的增大 也会出现这个淋巴结的肿大 然后现在也有颈部的淋巴结肿大 可能会除过刚才讲的这几种原因之外 有时候出现肿大 可能要考虑一些像结痕 包括比较少见的所谓免疫缺陷病 这个在国内相对的要少得多 那结核这两年实际上在一些地方是有抬头的这个有一些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对结核这个问题也得考虑 实际上小孩子能出现这种像头皮啊 包括颈部这些淋巴结的总的大多数来讲应该都是一个原性的不是那么危害那么大 但有几种情况你可能得要注意 一种的说它的总大的淋巴结从一个单个逐渐逐渐变大或者成了一团 或者它的淋巴结总大它不是说是一个小它是逐渐在增大 原来可能就是像平常人讲的像黄豆大小呀 啊花生米大小呀 它后来慢慢变到又是一个小樱桃那么大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得要小心了 不管是在颈部更要小心的情况 那就说所谓全身的淋表淋巴结总大 这个是指的指的什么呢 特别要强调的是所谓全身的淋表淋巴结总大 这个一般是指的是像呢 除过我刚才提到的像枕部呀 就是说脖子上这些淋巴结大了之外 你的双侧的叶窝 包括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双侧的腹部沟 腹部沟就实际上指的就是平常讲的大腿根这个地方 如果这些地方淋巴结都大 并且它不是说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大 还是已经直径比方说已经都接近一公分了 在这种情况下要高度警惕 这个就必须要到医院来要找专科的医生来进一步的明确 这是它重大的原因 这是它重大的原因